我们将重申和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已经做出了相关的介绍 再过几天就是乌克兰危机一周年 中方将发表一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 这份文件将重申习近平主席的重要主张 包括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 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都应得到遵守 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 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得到支持 我们将重申和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 我们也呼吁保障民用和设施安全 反对攻击核电站 我们还将倡导共同反对使用生化武器 形势越是复杂 越需要采取冷静务持态度 战火越是延宕 越不能放弃争取和平的努力 众方希望同各方一道继续致力于和平努力 争取早日实现和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